大家我是海苏 那么我现在呢是在万岛之国 万岛之国印尼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叫明丹岛 没有巴厘岛那么有名啊 但是呢它离新加坡非常近 就隔着一个海峡吧 坐船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那么这里沙子大家看到非常漂亮 金黄金黄的 那么这个明丹岛呢 它因为跟新加坡很近 然后被新加坡呢租了一大块 那么整个明丹岛呢 大概是新加坡面积的三倍那么大 然后这岛上可能有一半吧 会租给了新加坡政府啊 然后用来干嘛呢 用来借旅游度假区 那么海苏呢 这一次呢也是因新加坡的朋友 来这边呢 做一些教育方面的考察和交流 那么这个周末的话呢 就先在明丹岛度个假 那么海苏呢就在沙滩上呢 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现在中国家长很关心的 送孩子出来留学读中学啊 需要注意这些事情 读大学的呢我稍会讲 那么这里有很多虫子的声音啊 海苏的微信号呢是2study99 如果你想送孩子出来留学 不然读中学大学可以跟海苏联系 提到送孩子在中学阶段出来留学 家长的关心的点呢 主要有两个啊 第一个点呢就是去公校还是去私校 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住当地人家庭 也就所谓技术家庭 还是住学校的宿舍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body 那么今天的海苏呢就借在一个放松的一个机会呢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正去把这两个问题跟他说透啊 其实这两个问题呢 某种意义上呢可以总结为它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送一个高中阶段孩子出来到帝国他乡 尤其是到加拿大这种国家 那么你应该如何选择这个教育环境 才能够说是对孩子是最好的 提到出国留学选高中 对吧 那么大部分的家长 普通这个工薪阶层的家长呢 首先考虑的肯定是公立学校 没有其他原因 我想这根本就是公立学校的这个学费 如果能去一个排名很高的公立学校 对吧 那就可以用最少钱享受最优质的教育 是因为大家都这么想呢 所以使得呢 这个所谓的排名靠前的公立学校呢 就变得很难申请了 很难申请了 同时呢坦率说 你也不知道哪个公立学校是排名靠前的 因为中学这个呢 它不像大学 大学呢有很多机构做了呢 就参考价值的这种排名 但中学的话呢 严格讲是没有 那么有一些第三方机构 做的排名呢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呢 也不绝对 因为海苏在温哥华也好 在温哥也好 就跟当地朋友聊天就发现了 很多当地人非常认可的公立学校 他们不参与排名 甚至人为的把自己排名做下来 那么原因呢 也很简单 他不希望自己成为单一族群的学校 因为公立学校是所有学生都必须收 那么作为国际生家长 想把自己孩子送到当地排名最好的公立学校 那移民的家长呢 同样也是这个行李 而且因为他们跟当地人呢 这个当地社区融入时间短 所以呢 很多学校情况不了解 就去看这些所谓的排名 然后就导致呢 呃 就像过去十年 十五年 可能华人移民特别多 所以导致在学校可能 算七十八十 甚至更大比例的学生都是华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这个学校的教育呢 对于一个多元文化的 这样一个国家的这个中学来讲 校长肯定会觉得呢 压力三大 所以呢 呃 聪明的校长就会 努力的降低自己的学校 在这样一些 社会机构中的排名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就这些所谓的高排名的学校 他给国际生的这个名额呢 非常的少 而且呢 很快的 就怎么样 就被用完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想送孩子去温哥华也好 多伦多也好 当地排名领先的公立学校呢 你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有可能你根本申请不到学位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仔细看一下这排名 你会发现 排在最前列的 前十位 二十位 甚至前三十位的 可能全是青色私立学校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注重教育质量的话呢 那么私立学校是你绕不开的 但是加拿大私立学校呢 他比较特殊 就他的组成呢 是非常多样化的 尤其是在安省 安省对于学校牌照监管呢 是加拿大可能是最弱的 所以呢 你要在当地成立一个私立学校呢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以后呢 还是会专辑会进行这个 这方面的讲解 那么在温哥华呢 会严格很多 你没有一定实力呢 你是办不起来的 但是即便这样子呢 并不意味着你的学校 就真的是一个历史悠久 实力雄厚的这样一个私立学校 虽然呢 在温哥华又在Downtown 有很多招生规模 长期稳定在二十个三十个 左右的小型私立学校 与其说他们是私立学校呢 更不如说他们是大学预科 预科班 预科班 那么私立学校收费 是不是一定比公立学校贵呢 这个呢坦率来讲还真未必 因为很多这种预科班性质的私立学校呢 他们收费呢 在温哥华可能跟公立学校差不多 在多伦多的话呢 可能比公立学校呢 就贵个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样子 当然了 这个这只是个私立学校中的 一部分 一部分的比例呢 或者说从数量上讲的可能并不小 那么怎么判断一家私立学校 它到底是培训班性质的呢 还是说是一个历史悠久 实力雄厚 教育质量 非常可靠的私立学校呢 你就看一个指标 那就是它是否提供住宿 是否提供这个学校宿舍 那么说起学校宿舍的话呢 这很多人最后呢 就放弃公立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公立学校的话呢 坦率来讲 在加拿大可能都不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学校一起的住宿安排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那么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公立学校呢 都就近入学那你说你的孩子这个 那住在学校附近 我弄学宿宿舍干嘛呢 你说为国际生弄个宿舍 这就带来了公立学校的一个一个缺点吧 或者说对国际生不利的一点 那就是公立学校 它的教学目的不是服于国际生 它是服于本地学生的 那么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会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您的孩子在国内读的是普通的这个高中 不是国际高中 或者说读这个国际高中 他并不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是纯英语授课 因为在国内很多国际高中 他写对吧 读写是英文 但上课听说他是讲的中文 因为我也知道很多这个国际班 是请中国老师来上课的 那么这样的孩子 如果你的英文没有完全过关 那么你到了这个加拿大的公立高中的话 你会发现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跟不上这个上课的节奏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教不了本地的朋友 这个呢大家不要勉强孩子 你的孩子过了十四五岁以后 在青春期来来到加拿大的话呢 读公立高中 教当地朋友非常困难 事实上呢 每一个高中 现在可以说在加拿大 每个高中都会有或多或少一些中国移民的孩子 有的是新移民的孩子 有的是老移民的孩子 他们呢都能听说中文没问题 最近的孩子进了任何一个公立学校呢 最后呢肯定交的朋友也是华人 那么下了课呢 说的也是中文啊 这样呢会导致他英文提高比较困难 也就会导致他在上课的时候跟班就更为的困难 那么跟班困难情况下 你要指望他学习成绩好 那就怎么样 非常有难度了啊 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啊 这是公立学校呢 大家呢 必须要清楚认识一点 那就是公立学校 他是不会为国际生的孩子 去降低他授课的英语的难度和节奏的啊 这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啊 所以说呢 你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读书 去开这个除开这个技术之外的话呢 你要意识到英语对他们来讲是个很大的一个门槛啊 那么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很多公立学校他教学资料名声在外 呃 学生呢 深入这个重点高中啊 重点大学 那么孩子深入重点大学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么还一个秘密是什么呢 就是本地家长很舍得去给孩子报培训班啊 这点大家注意 如果你是个本地的家长 或者你是陪读的家长 那么你到了温哥华到多伦多 你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之后 呃 几乎都会给孩子安排课后补习的啊 安排课后补习的啊 那么有的呢 是提高为了进腾校 对吧 那么有的呢 是为了让孩子呢 在课堂上跟不上的时候呢 课后能够能够进补一下啊 能够加强一下 但是如果家长没有陪读 那么孩子一任过来留学 那么他给自己报培训班的可能性 就几乎不存在了 因为这边呢 就是说你跟得上跟不上 其实怎么样 学校都会让你在学校里待着的啊 那么第三个家长需要注意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加拿大的公立高中 并不以把孩子送入大学为首要目标 尤其是不以送入民校为首要目标 这个呢 是你绝对无论如何你改不过来的 你找任何一个公立学校 对吧 他校长都不会说 我已把孩子送到多伦多大学 UBC大学为目标 不会的 因为公立学校的孩子 哪怕是非常优秀的公立学校 除非他是以这个华人 印度人为主 如果他是以白人为主的话 那你会很遗憾的发现 可能有百分之五十的孩子 在高中毕业以后 他去的不是大学 却不是大学 却是社区这个学院 或者说这个职业技术学院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职业技术学院学个一年 你可能就能够拉个文凭去上港就业了 那如果你去个社区大学呢 多个两年 你也可以拉到一个文凭和一个学位 对吧 他们叫副学士学位 然后也可以去工作了 干个几年呢 他可能再去UBC要多大 再读两年再拉一个完整的不科文凭 也就是说他直接去读大学的不多 那么作为学校的这个整个命运体系 他呢是要尊重这个现实 并且服务于这个目标的 所以呢 您指望您的孩子进了公立学校 就能够如愿的深入到这个著名大学呢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需要孩子们非常的努力 或者说呢 就是公立学校读完之后 进不了这个满意的大学 那怎么办 再去进大学预科 甚至有的呢 去私校要回笼 那么这呢 就是公立学校要注意的第三个点 所以呢 作为公立学校 他的优点呢 就是价格便宜 那么他缺点呢 我总结一下就三个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住宿问题 他只能安排到这个当地的家庭 去住宿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说呢 他的这个英语 会是你孩子一个 很高的一个屏障 这个呢 要心理准备 最好呢 给孩子抱一点课后补习班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他的教学目标 并不是把所有孩子送入大学目标的 他尊重孩子的自我选择的 也就是你心态高 你想去美国的长青城 没问题 你想去多大也没问题 但他不会因此呢 就放松对你的教学要求 就给你轻易的打高分 那么你分不高怎么办呢 你没事 你可以去社区大学 你可以去什么 你也可以去这个这个理工学院 对吧 直接教学院啊 因为公立学校的这个特点 就使得呢 私立学校或者说 这种预科性质的这个 大学预科性质的私立学校呢 就是生存的土壤 第一个呢 他对孩子教学呢 在语言上呢 他会有一时的放慢这个节奏 然后呢 在考试成绩上呢 会在整个打分的设计上呢 降低难度啊 让你的孩子呢 就是说呢 不用那么的努力 不用那么的聪明 也能拿到一个高分 从而怎么样 进入到新宜的这个 著名大学 但这样做的后果 到底是好是坏呢 我们以后会专题讲的 这就是那些 二三十个人规模的 四五十个人规模的 这种小型私立中学 他生存的土壤 那么这样规模的学校 私立学校呢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他也同样 无法解决住宿的问题 就是说他还是得把孩子 安排在homestay 那么homestay和学校的 技术的这个宿舍 他有很大区别吗 有很大区别 从理论上来讲 或从源头上来讲呢 技术家庭呢 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能够让国际生呢 体会到当地人的 这个生活方式文化 然后呢 可以练习英语 对吧 那么对当地家庭来讲呢 来一个别的国家的孩子 对自己家庭的孩子成长 也是有帮助 对不对 可以接受抑郁的文化 但是到了现在呢 这个就完全变掉了 完全变掉了 因为当年这个 技术家庭的设计呢 是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最多的九十年代 那我们知道 从两千年以后 加拿大 不然加拿大 澳洲现在都一样的 涌入大量的移民 涌入大量的移民 和移民的家庭 然后再加上呢 经济的快速增长 使得呢 贫富差距有点变大了 也就是说 现在作为富裕的家庭 尤其是这种白人家庭 他的孩子想接触到 其他国家的文化 根本不需要 homestay一个外国孩子 为什么 学校里 对吧 遍地都是的 学校里遍地都是的 那么这个 现在做技术家庭的呢 更多的是新移民家庭 华裔 对吧 这个菲律宾裔 反正就是说 你要找到一个纯白人的 那么多半的家庭条件不太好 也就是说 大家做这个技术家庭的目的呢 由文化交流 变成非常单纯 那就是为了获取这个经济收益 那在这种情况下 您的孩子 一周付个300块钱的技术家庭费 它既包含了住宿 住一个房间的费用 又包含了吃饭的钱 那你可以想象 在物价飞涨今天 它肯定怎么样 吃的不会太好 这为什么呢 就是说您 这个流行家长会推荐新来者 宁愿把孩子 homestay到一个华人家庭 也不要homestay到一个洋人家庭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华人家庭呢 它一般在吃上面 是不吝啬的 是有保障的 而且口味比较接近 要是纯白人家庭 很有可能就可以 找上一个三明治 中午一个三明治 那么从念英语的角度来讲呢 说实话 现在呢 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 尤其是为了这个 多赚一点钱 做homestay的家庭 哪怕到菲律宾人 哪怕他的英语很好 他也不可能有太多时间 陪你聊天 再加上呢 现在呢 娱乐基本靠手机 过来读书的孩子呢 他们基本上也通过手机 通过中文的方式 获取娱乐 所以呢 他也不会有兴趣 跟这个homestay的妈妈 爸爸去聊天 为什么 聊得很痛苦 大家都很痛苦 我不如刷刷微博 刷刷抖音 对吧 快活 快活得多 因为现在你想念英语 其实渠道很多 比如说你把抖音 换成tiktok 那你的英语就可以 看得见了 三个月称称的涨 但是前提是 你每天能够坚持 刷上两三个小时tiktok 对吧 好 这就回过头来 要讲私立学校的优点了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有这个body 也就是这个学校的宿舍 记住是学校的宿舍 而不是学校安排宿舍 因为有的私立学校呢 他也可以给你安排宿舍 这个呢 就是说呢 有可能是技术家庭 有可能是学校 住的两三套大house 然后呢 摆几个 多摆几个床进去 安排一个 可能一个老师在里面呢 管理的这个后勤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他也是一种学校的宿舍 但是呢 他跟学校拥有的 真正的宿舍楼 那是两个概念 能够拥有自己宿舍楼的私立学校 都是规模和历史 都充分让人放心的 但教育质量也没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收费的问题 因为有这种宿舍楼的私立学校 坦率的讲呢 一般都不会在市里面了 都不会在市里面了 比如说在多伦多 不论是多伦多 还是列治文 还是列治文山 这些就是大多伦多地区 你都很难找到一个 有自己宿舍楼的实校 为什么 土地太金贵了 所以这样实校 一般的都在周边的小镇上 周边的小镇上 那么这样的话 对孩子来讲呢 就是说你不太容易接触到 这个大宿舍气息 所以有的孩子呢 住起来会感觉呢 有点憋得慌 有点憋得慌 那么学生宿舍呢 他其实有个最大好处 就是什么呢 就他可以实现学校 对孩子的一个完整的教育 就从我们知道教育呢 是学校家长和孩子 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的 那么你把孩子送到这个西方 送到加拿大来读书 如果学校没有宿舍 或者不是学校 自己宿舍的话 是home stay的话 那就意味着家长 这个角色是缺失了 那么对孩子离开校院以后的 学习的这个控制能力 也就大大减弱 那么好的私校呢 他会让孩子呢 要住在学校 上课在学校 自习在学校 然后睡觉呢 在宿舍楼里 然后呢 这个到了点 比如九点钟 你就必须把这个电脑啊 手机全部要上交 早上的话呢 六点钟 六点半七点 你按时得起床啊 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孩子呢 这个可以呢 专注在学习上面 而且的话呢 就是说呢 这个资金上 也可以省很多 你想看一个孩子 虽然工地学费很便宜 对吧 但是因为home stay家庭 吃的不是那么好 然后呢 又有大把时间 在校外这个逛游 你指望他不消费吗 那是不现实的 不是把钱用在游戏上 就是把钱用在池上面 总的开支一笔 你可能发现去公地学校和去一个完全技术制的私立学校 可能差相差不是很大 但是你要注意了 就是如果这个私立学校 他收费非常的贵 因为我们知道的 有那种收费六万一年的 对吧 也有收费达到七万一年的 这种技术制的这种私立学校 这种私立学校呢 一般都很老牌 本地生的也不少 但是呢 他就会有一个跟公地学校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 他不会去迁就你这个国际生的英语水平 你知道吧 然后他打分的话呢 也是跟本地孩子一样的打分 那么你的孩子因为听课比较困难 因为语言基础差 那么在同一个打分标准 像你想想看 你的孩子高分的概率怎么样 就比较低了 那么在升大学的时候呢 就看你的成绩好坏 看你平时成绩好坏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呢 有可能会吃亏 所以呢 还有一类私立学校呢 他专注于服务国际生 但不是那种大学预科性质的 二三十个人私立学校 招生规模可能有 我知道最多的是能够达到两千多人 在疫情之前能达到两千多人 那么这样的呢 实力派的私立学校 他呢 有丰富的服务国际生的经验 而且他的学生呢 就是主要就是国际生 本地学生呢 他也以新移民的孩子为主 但他的国际生呢 他也会注意 不会让一个国家的太多 不会全是中国的 那么他可能有来自于欧洲的 来自于非洲的 来自于世界各个地方的国际生 然后在教学上面呢 他会迁就他们的语言 会有针对性的这个设计 然后呢 在打分上的话呢 是所有国际生一起参与打分 不用跟本地生去竞争 所以呢 也不会吃亏 在升大学这块 你有保障 而且作为这种私立学校 国际生为主的学校 他很清楚 这个学校非常清楚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目标就是送孩子 怎么样 去知名大学 那么应典条件上的话呢 应该是不属于任何一个 所谓历史悠久 高收费的私立学校的 那么我见到的 我参观过的规模 最大的这种 面向国际生的私立学校 他们光食堂就四个 提供了四种不同的 这个口味给孩子 然后呢 医务室就有五个护士 五个护士啊 虽然很多历史悠久私立学校 反而招生规模 只有几百个人 那扩大不了啊 然后他们的宿舍呢 有一部分是自己的 有一部分呢 是从养老院出来的 从养老院出来的 而真正面向国际生的 有实力的私立学校呢 他的宿舍都是自有的 自己购买的 而且呢 进行了针对性的装修和改造 然后呢 每天呢 上课有校车接过来 下课呢 有校车再接回去 进行全封闭式的这个教育啊 那么这样的私立学校 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点 就是他的收费 他的收费反而不高 他的收费反而不高 比工的学校应该高一点点 工的学校的学费 一般是一万六到两万之间嘛 像这样的 有实力的私立学校 以国际生为主的呢 他们的收费一般在两万 二到两万四之间 而且呢 他们的住宿非常便宜 海苏了解的话呢 通常就八千块钱 八千块钱 这比你住home stay要便宜 然后吃饭的话呢 就分减游人 对吧 但是毕竟是在学校食堂 你不可能像去餐馆一样 随便点餐 所以你的消费水平呢 总体来讲 就是说学费加生活费 和你去公立学校 是相差无几的 那么海苏的微信号是 2star.99 那么海苏总结一下 如果你去这种 传统性私立学校 那么他的最大优势呢 就是这个提供的这个技术 能够形成一种 全封闭式的一种管理 那么虽然他收费很昂贵 但是呢 他的上限是能看得到的 孩子呢 基本上不大可能乱消费 因为包括手机电脑 到了点都会收钱了 那么他的劣势呢 跟这个公立学校一样 就是说呢 你的孩子呢 必须跟本地生竞争 这个呢 不管是英语 还是成绩上面 都会吃亏一些 但是呢 私立学校呢 他目标很明确 就是把孩子送到这个著名的大学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你倒是不用担心 那么第二类公立学校呢 就是以国际生活为主的实力强的私校 那么他呢 就解决了收费昂贵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这个学费加住宿费 加这个吃饭的钱 和你的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学费 加住宿费 Homestay的这个费用 再加其他的生活开支 应该是差不多的 甚至还便宜一些 因为这个孩子 在技术家庭生活的时候 他的这个其他开销 是你完全无法预计的 因为很多孩子 因为吃的不满意 下了课之后 跟朋友 这个跟同学一起逛街 对吧 去馆子点餐 这个太太常见了 那么几个孩子一点餐 这个人均消费50 比比皆是 毕竟是青春期的孩子 他对钱没有概念 尤其是不是自己挣的钱 你知道吧 那么这样的话 第二类的这种 以国际生为主的私立学校 海苏更愿意把它称之为 叫国际 国际私校 国际私校 那么他就优点的 就是说 第一个 这个收费 总的费用开支 和去公立学校留学 差不多 第二个的话 你的孩子 不会因为语言 在这个成绩上的吃亏 那么第三个 他的目标 也是把孩子送入大学 尤其是知名大学 你不用担心 有一半的孩子 最后去了社区大学 那么这一点 你就不用操心了 所以海苏觉得 这样的私立学校 这样的国际私校 可能是最适合 我们华人家庭的孩子 送出去读高中的 如果您对这样的学校 有兴趣 欢迎跟海苏联系 那么我的微信号 是TUSTUDY99 大家可以加海苏的微信 大家一起交流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 对海苏节目 点个赞 留个言 转发给更多 有需要的朋友 最后呢 请不要忘记 关注海苏的频道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